耶稣在讲天国比喻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在讲天国的本质是什么样子 有的时候是在讲怎么进入天国 有的是在讲从天国里出来的人 有的时候是在讲天国里在地上的变化 这里就讲到进出天国的事情 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十节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然后第二十章第一节 天国好像家族清早去雇人 进他的葡萄园做工 家族应该是指上帝 他清晨六点钟去雇人 进他的葡萄园 他的葡萄园是他的教会吗 雇是什么意思 我们进到神的教会里 是被雇去的吗 我想重点不在固子 重点也不在那个薪水 重点在我要给你多少就是多少 这是我的 这个世界都是我的 好不过 这应该跟当时的风俗是有关系的 就是这是收成的时候 要很快的在最恰当的时候收 那么所以通常就是最后一天 甚至最后一个钟头 能够雇多少人就雇多少人 把他采得干干净净的 他是清早起来 今天就来收这个葡萄 工人在那里跟他讲定了 一天一钱银子 第三节约在四出 刚才是六点钟 现在是九点钟 约在四出出去 看见世上还有闲赞的人 就对他们说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所当给的 我必给你们 他们也进去了 第一批跟第二批有一点不一样 第一批奖定了一天一钱银子 第二批没有奖工资 只有奖当给的我会给 但是有相同的地方 就是雇主和雇工奖定了 第二批进去了 约在五镇和生猪又出去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不要多雇人 这是花钱花在刀口上 但是更不能少雇人 你看到现在还有收成的情形 是怎么样 今天太阳下山以前 都要收干净 就继续出去看 再雇一些人 就是精打细算 五镇中午十二点 生出下午三点 出去也是这样行 到最后 第六节下午五点钟 约在有出出去 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 就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 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 雇主说你们也进去 进到葡萄园 到了晚上 应该就是六点以后了 园主对管事的说 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 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 下午五点钟进来的 只做了一个钟头的工 发给他的工钱 是十二个钟头的工钱 极致那先故的来了 他们以为必要多得 清晨六点钟进到葡萄园 这些人 应该是最忠心 最良善 付出最多 最上进 你到教会 你大概会发现一件事 我想这个大概普遍教会都是这样 你越晚来 你越后来 你越不信耶稣 我们对你越好 反正六点钟进去的人 工作最辛苦 你一旦受洗 加入同工 就没有温暖的脸色了 你就要开始付出了 学清晨进去的那些人一样 很辛苦的工作 这些人的心态 我们的心态 我姑且就这样说 我们这些 清早六点就进到主的 教会里服侍的人的心态是怎么样 我们进去看到 别人晚进来 晚服侍 不懂教会的规则 不摆上 我们的看法 想法是怎么样 我六点钟出来工作 你应该给我的是十二倍 圣经上讲十一节 他们得了 如果他们没有得到 就埋怨家族 有道理 如果家族 没有把当给的给这些人 他们埋怨有道理 他们不是没有得到 他们得到了 就埋怨 请你想一想你自己 但他们埋怨的很有道理 我们整天劳苦受热 那后来的 五点钟来的 只做了一小时 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各位有一个观念 是政治哲学一直在讨论的 是基督教也在讨论的 那观念 就是义 正义 哈佛大学有一个 哲学教授 John Rose 写了一本书 A Theory of Justice 正义论 什么叫正义 什么叫公平 跟我们基督教有关的 我们是 做了什么事 算是正义的事 做了多少正义的事 可以变成为一个义人 基督教的答案 根据保罗 传统的讲法 我们是 justified by faith alone 而不是by你的工作 这很奇妙 我觉得在这里有 不过我们先不讲这些 你不义 你这个老板不义 我们做了12个钟头 人家做了一个钟头 你竟然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这不公平 这不义 不公平 It's not fair 家族回答其中的一个人 那个人可能是代表 来跟他讨价还价的 家族可能是上帝 对一个对他不满的人说 朋友我不亏负你 你有什么事情不满意 我们的合约写的是什么 我有亏负你吗 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 没话讲 我有违约吗 我有虐待你吗 我有做哪件事 是违反了我们原来的约定 没有 拿你的走 哇 讲的话很凶啊 拿你的走 不要在这里抗议 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 这是我愿意的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 耶稣在这里讲的话 已经跟保罗在罗马书讲的话 非常接近了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这是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教义 也是很多基督徒 很多非基督徒 很难接受的教义 霸道 从一个角度来讲 你的东西你也不一定能随你自己的意思用 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person 能说我的 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连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 你发现圣子对圣父的顺服 圣灵对圣父圣子的顺服 我们三位一体的教义一定要弄清楚 圣父圣子圣灵 同荣同尊 同样有能力 同样受敬拜 没有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大 也没有哪两个加起来比哪一个更大 但是在拯救人的这件事上 英文叫做salvation history 在这件事上 圣子表现出一种极大的谦卑和顺服 神学家说可能是要提醒我们这些亚当夏娃的后裔 如果圣子跟圣父是同等的 他尚且 菲利比书第二章的话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极 取了奴仆的形象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有说降卑的要升为高 再前的要再后 没有比圣子更清楚的 这一点我们华人教会也通常不太会去想 我们不太会想到圣子人性的高升 而罗马书 菲利比书都有这样讲 他降到最卑 他的最卑是从天上的荣华的宝座来 各位耶稣从零岁到三十岁 他是上帝的儿子 怎么这段时间没有人来三顾茅庐 他早就应该可以出师了 所以有很多伪经刺经讲到 耶稣在小孩子的时候就撒豆成冰 呼风唤雨 有很多的神迹奇事 可是他没有 他隐藏了三十年 顺服天父 天父要他怎么样 他就怎么样 这个世界 只有圣父圣子圣灵能够说 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请各位千万不要觉得 我们的主三位一体的真神 是任意妄为的 我们的主做的每一件事都最合情合理 圣经用这种突出的字眼讲 只是告诉我们 他有绝对的权柄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 你可以去想 你可以去想什么叫公平 这个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时候就讨论 我刚刚讲过 什么是justice 什么是公平 什么是正义 我们会说一句话 对不对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所谓公平 是起跑线 每个人是一样的 这叫公平 我们不会说 终点线 每个人是一样 这叫公平 那就不好了 但是我们也再问一句话吧 有大家一样的起跑线吗 你的起跑线跟我的起跑线一样吗 你的IQ跟我的IQ一样吗 你的家里的环境跟我家里的环境一样吗 什么是公平 我不觉得我们在人间可以找到答案 Rose的书 后来很多人批判他 我觉得这些理论 都是人间的理论 有inherited defective 有本质上的遗憾 讲不全 当我们考虑事情公平不公平 人有没有得到当得的 有没有做当做的 你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给神 你还谈什么公平 你需要认识这一点 家族说这是我愿意的 我要给谁就给谁 我的东西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 各位 他最后问了一句话 这句话是不是也很伤我们的心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 我有没有给你刚当给的工资 有 我有没有扣 有没有短你的工资 没有 所以你不要生气 你为什么生气 我生气就是因为你对别人太好了 这是很火大的事情 因为我做好人 你就红了眼吗 这也是很幽默的一句话 因为我做好人 你就红了眼吗 各位 你可以站在家族那边讲话 你可以站在最后进去的那边讲话 你可以站在清早进去的讲话 但是耶稣讲的话 一跳又跳到一个结论了 从因为天国好像的那一句 回到这一句 这样那再后的将要再前 再前的将要再后了 天国始终在强调一件事情 神的国度里 要进去的人 要谦卑 所以就像小孩子一样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因为天国的人正是这样的人 并不是说天国的人 每个人都是光屁股的那小宝宝 不是 耶稣有讲了 我们要谦卑像这小子里的一个 我们要能够像小孩子这样承认 我什么都不能做 我们是有很多的能力 但是那是上帝给我们的 一切都是出于上帝 万有都本于他 依靠他 也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实在说 我们当然知道 这个世界很多不公平的事 许多的无神论讲 这个世界的不公平 不公义的事这么多 这是上帝不存在的最好证明 就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世界太荒谬了 如果有一位上帝 有一位慈爱 全能公正的上帝 不可能把世界管成这个样子 我的看法刚好相反 这个世界非常多不公不义的事 我们懂 我们经验过 越是看到这世界不公义 我们愤怒 我们遗憾 我们难过 我越强烈的感觉 有上帝 有位公义的上帝 有位公义的上帝 在创造世界的时候 在造你我 包括我们这些已经堕落的罪人身上的时候 他仍然把那正义的观念放在我们里面 以至于在不义的世界 我们仍然有正义的观念 你有正义的观念 你有对错的观念 在不义不对不正确的世界里 你有这个观念 更显出 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 我们如果不回到他那里 我们永远找不到答案 不过我们先不要讲那么深 我们先看看能不能平心你的愤怒 我在葡萄园里工作了12个小时 劳苦受热 我服侍了这么多 别人闲站了那么久 他只坐了一个钟头 而且五点钟进去 已经没有很大的太阳了 他为什么要跟我一样 我好倒霉 在教会里面 在社会上 不一定是要在教会里 家里社会上 非基督的地方也是一样 我发现很多时候 有些人生气 在家里生气 在教会里生气 在公司里生气的人 实在是好人 他做的多 他做的真是比别人多 做的比别人好 还得不到赏识 或受到排挤 各位 您在家里 是不是一个付出最多的人 在家里 是不是大家还没起来 你就起来了 家里是不是大家都睡了 你还没有睡 家里是不是你在那里 撑着这个家 付出百上都最多 而你得到的称赞 赞赏金钱的报酬 没有最多 那你心里不平 是很正常的 公司里也有这个情形 你做得很好 但是被忌妒 被排挤 大卫就是这样 他做得再好 他做得越好 他越危险 老板是要杀掉他 老板又不让他走 又不让他做得好 又不让他做得不好 各位圣经里面 有太多神的儿女 走投无路的事情 神常常把我们逼在一个角落 我们没办法 大卫在扫罗底下是这样 他最后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投奔非利式人 要不然他没地方可以去 约瑟也是 你以为你工作辛苦 艰难 很难克服困难 圣经这种书 是不讲人 不食人间烟火的 我才不管那些 不 圣经才真食人间烟火 圣经才真把人的困难讲出来 约瑟 正直 善良 照着上帝的旨意去做 你以为正直 善良 照着神的旨意做 就一帆风顺吗 没有 他越正直 越善良 他越痛苦 因为他越正直 越善良 破地法妻子 越要引诱他 他越拒绝破地法妻子的引诱 破地法妻子 越强烈的引诱他 我小的时候不懂事 我就在想 这还不容易解决 去跟破地法讲嘛 你老婆勾引我 我现在知道不能讲 你哪根葱啊 我老婆会勾引你 可能破地法早知道这个事情 或早知道他太太水心洋花 约瑟没有办法 他不能辞职 破地法妻要他在那里 他不能告发 他不能检举 他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躲 就是逃 圣经讲 他那次终于逃不掉的时候 圣经是讲 他进到家里来办事 一定有事要办 他不能不去 奇怪 有的时候 神不给一人通达的道路 倒是给恶人通达的道路 神有的时候把你逼到一个墙角 你不知道怎么办 诗篇里很多这样的诗 耶和华 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 如果弟兄姐妹 你真的是这样 你不是自怜 你真的是 唯一受逼迫 我只能用耶稣的话 再跟你讲了 你的福气是大的 你说我不稀罕 我不希望我将来的福气大 我要现在就快乐一点 你现在就是幸福的 各位 一个人游手好闲 在葡萄园外 浪费了一天的时间 他赚到了吗 一个人早上六点钟 就到一个地方 辛勤的工作 劳苦受热 他损失了吗 你不觉得 那个早上六点钟 就进去的人 比皇冠五点钟进去的人 要幸福十二倍吗 各位 你有一种想法是 哎呀 十字架 耶稣十字架旁边的强盗 真是有福啊 不知道喝了多少酒 堵了多少薄 做了多少恶事 享受了多少最终之乐 哎 我都没有 你到天上 碰到了那个强盗 你会说强盗哥 我好羡慕你 你做了这么多坏事 享受了这么多最终之乐 你还到天上来了 两方面的福气都享受了 你会这样吗 你会这样想 你就应该上不了天堂了 各位 你到天上 如果你能去的话 你碰到那个强盗 你应该跟他讲 强盗兄 哎呀 真是感谢主 在天上能看到你 我们的主 真是慈悲怜悯 你做了这么多坏事 还是在最后悔改了 神拯救了你 可是 可是很重要 强盗兄 你实在没有我幸福 你没有像我一样 那么早就信主 那么早就进葡萄园 你没有参加过短学队吧 你没有办过夏令营吧 你没有办过退休会吧 你没有在退休会的时候 大家都睡觉的时候 你还不能睡觉 你还要被人家念念念念念念 这个没预备好 那个没预备好 你没有受过委屈吧 你没有因为服事太多 被老公被老婆骂吧 你都没有 强盗兄 我有 我跟我的弟兄姐妹 我跟上帝的儿女 一起从早上六点钟 就受热劳苦 你没有这个福气 你永远也没有了 你昨天写过这个诗 我们将来到天上 是永远的福乐 好的无比 但是你到天上 再没有实际下可以背了 你在今生 在现在 唯一受逼迫 唯一受苦 是唯一的机会 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教会要尽量的不公平 多多虐待这些圣徒 让他们更神圣 不是这个意思 我乃是说 这里家族没有讲 而工人应该学会的一件事 就是一个上帝有权柄 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要叫谁刚应就叫谁刚应 你不要去猜上帝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 因为我们不知道 这是生命节29章29节讲的 隐秘的事永远属于神 明显的事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 明显的事就是上帝的律法 上帝的福音 我们要照上帝律法做 我们要信上帝的福音 那就好了 你能听 你能接受 你愿意接受 那就有福了 唯一受逼迫的是有福 我们希望社会制度更公平 教会更公平 我们希望不要有这么多不义不公的事 但是在神的旨意下发生了 愿我们说 愿你的旨意成全 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哭 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讲 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像约伯一样 跟他argue都可以 我们的神很公平 但是求主让我们相信他 他有绝对的权柄 他不会做错 有这样的心 看到这样的事 主 你有绝对的权柄 我愿你的旨意成全 有这样心的人 就是在前的 当什么时候对神不满 在前的就在后了 但是这是一个灵活变化的东西 不是一次就锁定的 你在前的可以在后 你在后了 悔改了 你又可以在前 我们不是为了在前而悔改 我们不是为了上天堂而信耶稣 我们信耶稣 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真理 圣灵让我们看到那是真理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受委屈是一定会有的 我们也希望减少这些委屈 减少任何的不公不义的事 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始终有一个信念 越来越强烈的信念 凭你一行 你做的不会错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不要做那个工作了十二个钟头 受苦受热 最后听到一句话 走吧 拿起你的东西 走吧 在内的不要在外 另外一个愤怒的好人 我自己觉得圣经里三个愤怒的好人 第一个就是这里的六点钟进去工作的人 第二个就是约拿 第三个就是路加福音 那个浪子的哥哥 通常我们在讲浪子哥哥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 这是路加福音十五章的 耶稣讲的比喻 三个比喻都跟一个字有关 Lost Lost我不知道怎么翻最对 Lost可以翻失去 掉掉 我的key掉了 Lost 我的钱掉了 Lost 可以翻成掉 可以翻成失 Lost也可以翻成迷 I'm lost 不是我掉掉了 是我迷路了 耶稣在讲说 有一只羊Lost 有一个钱Lost 他没有讲 一个sonLost 但实在是一个sonLost 我们中文是 失羊的比喻 失钱的比喻 然后不是诗人的比喻 是浪子的比喻 其实是诗人 他的东西失去了 他的儿子失去了 于是我们都讲这个故事 我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需要注意到 这个失去的浪子 后来回来了 又是有相同 有不同的地方 都是失 失羊的比喻 强调的是 主为失去的那只羊 所附上的 比为那些不失去的羊 附上的更多 耶稣用了一个很荒唐的说法 说他发现他有一只羊Lost 他就把其他的九十九只 撇在旷野 耶稣deliberly 说了很stupid的话 但是也是deliberly 刻意的要强调 他对他的羊 失去的羊 有更大的关心 这个我想你们应该能够懂 你有两个孩子 一个在家乖乖的 一个在家有一天 一个在外面有一天失踪了 可能是去吃喝嫖赌了 你可能就很多时候 对那个乖乖排的儿子 你不会花很多时间 因为他就在你身边 他循规道具 不是你不爱他 而是他不叫你操心 而那个失去的 你特别操心 你需要认识一件事 失去的 不在主里面的上帝 非常的花力气 要把它找回来 第二个比喻 失钱的比喻重点在哪里 失钱的比喻重点在 其实钱和羊都有类似的情形 但钱是更明显 失去的 lost的钱 无论如何 回不到主人那里去 钱不会在那个沙发缝里说 主人我在这里 他连这个本领都不行 都没有 他也不会滚回钱包 奥古斯丁说得很好 除非主人来找他 从缝里把它捡起来 你永远回不到父家去 这是第二个比喻的重点 第三个比喻 请你注意 父亲没有去找浪子 向牧人去找羊 向那个女人去找那个钱 父亲没有去找浪子 那么浪子怎么回来的 建立在前面的两个基础上 建立在上帝的感动 上帝的寻找 那是你看不到的 我们当中任何人 任何时候愿意归向上帝 不是你拣选上帝 是神拣选你 你才能拣选他 他回去了 很高兴 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 另外一个儿子 他们就吃喝快乐 在路加福音15章24节 好像这个故事要结束了 很美的一个结束 他们就快乐起来 没有想到我们主耶稣 真会讲故事 他们快乐起来 底下就不快乐了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离家不远 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 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 是什么事 这个大儿子后来跟爸爸讲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 他是一个忠心的员工 他是一个忠心的儿子 他是一个善良做事的儿子 好像这几十年来 甚至上百年来 在讲浪子比喻的时候 没有 不是在骂哥哥的 包括林布兰的名画 把哥哥描述成一个 非常自大的法利赛人 我就要替这个哥哥声援一下 这个哥哥对爸爸讲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没有违背你一见命令 那一天的情形正是跟葡萄园的类似 他工作到吃晚饭才回家 他从来没有回家的时候听到音乐过 他从来没有回家的时候看到有这么多的牛羊摆在桌上 他从来没有回家的时候有这么多的快乐 爸爸从来没有因为他做的好给他任何的奖赏 我觉得耶稣在讲这些比喻的时候 讲这故事的时候都在提醒我们当中 善良正直诚实努力侍奉上帝的人 你的善良诚实正直在今生能得到的不一定很多 不过那天实在太奇怪了 怎么这么多作业的声音什么事 仆人说你兄弟来了 你父亲因为得着他无灾无病的回来 把肥牛都炸了 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 他发脾气了 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这个大儿子忍无可忍 几十年的愤怒爆发了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规过你的命令 你没有给我一只小山羊羔 叫我和朋友一通快乐 你这个儿子 他没有讲他弟弟的名字 他没有讲我弟弟 你的儿子和苍稷吞进了你的产业 他一来你为他宰了肥牛肚 各位那些骂浪子哥哥的人 我希望你想一想 如果你在公司里 如果你在学校里 你一切都是杰出的 表现最优秀的 从来不给你平好一点的分数 那好吃懒做 偷鸡摸狗的人 每次都给他 开party 在肥牛肚 你觉得公平吗 我觉得浪子的哥哥 讲到这里 讲不下去了 大家批评这个浪子哥哥的人 大概都常常忽略了 在这个故事里面 父亲只说 儿啊 是对哥哥讲 儿啊 四郎探母里面 最动人的是叫娘 娘啊 这个儿啊 也很动人 儿啊 我为什么这么快乐 因为我失去的 被找回来了 你一直都在我身边 我没有找你 没有花力气找你 因为我们共同享受 最大的快乐 我有你 你有我 但是我们没有你 走失的弟弟 他回来了 各位你知道我们的上帝 对属他的东西 是多么认真吗 他的东西 掉了一块钱 他会仔细把它找出来 他的羊 走失了一只 他会仔细地 把它寻回来 他的人 属他的 被他造的 他怎么样 要把他救回来 你如果有宝贵的东西 失去了 你就知道 当那宝贵的东西 重新回到你的手上的时候 你是快乐的 浪子的比喻 在告诉我们 属神的东西 应当回到神那里 我们的神是快乐的 你这个弟兄 是死而复活 失而幼的 所以 我们应当 欢喜快乐 我们祷告 天父 我们求主 帮助你的儿女 能看到 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中 是多么叫你 欢喜快乐的事 求主让我们 也因为你 欢喜快乐 我们的心也 欢喜快乐 胜过丰收 五股新酒的人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